第九百九十七集 这口小关很沉重 如一片小宇宙一样 竟有一种世界契机 一眼凡肉翘无皮 可跋山震海却也很吃力 汗水打湿了几倍 不过比上次强了很多 不至于浑身欲碎 他一步一个脚印向山顶走去 因为生命神权快喝光了 急需补充 九座圣山 巍峨雄浑 一如过去 寂静无声 没有一丝异动 像是亘古长存 犹如诸神的安息之地 一路上古墓参天 牙石雾立 更有一些白色的碎屑屑 那是枯骨所化 记述了昔日的传奇与无奈 夜凡每一步落下 都陷入土石中 没过膝盖 他艰难的登上了圣山 口中咬着一块圣果肉 抵抗岁月 不至衰老 山蝶 一方小池 清澈而流芳 沁到人的骨子里 夜凡痛饮泉水 装满玉镜瓶 又陆续去了其他山峰 储存所需 作为中 他背负青铜小官来到崖边 向武锦深渊下望去 运转圆天神眼看武色祭坛 那是他的一块心柄 总想跃下去 重返古乡 破败的祭坛 由武色石块筑成 刀痕剑孔 讲述了时间的无疆 岁月的漫长 也不知道见证了多少星空往事 一个人 夜凡大吃一惊 他见到一条身影 独立武色祭坛中心一动不动 如石化里一样 如时间长河中的一段古老的摸曲 他心头巨跳 那是什么人 怎么站在武色祭坛上方 是荒奴吗 距离太远了 无尽深渊下一片黑暗 他纵然生有神眼 也只能看到一个轮廓 不能细变 让人心中凌然 夜凡一步一步下山 他没有敢久留 天知道武色祭坛上存在是什么东西 万一跳出来 可能会引起大祸 呛的一声 当沉重的青铜小官 重新落在聚果中 夜凡擦了一把汗水 咕咚咕咚的引下十几口神犬 慢慢调息 出去的路很长 足有几十里 因背负沉重的小官 难以飞奔 也不知道要耗取他多少生命力 可能会有生死大恶 必须要调整到最佳状态 休息良久 夜凡站起身来 观看聚果上的一幅又一幅同刻 正正出神 若有所思 古老的神奇 落泪的远古先民 这些意味着什么 陶贴 穷奇 陶悟等 体型庞大 面目猙獰 栩栩如生 让人望而生畏 皆是山海经中记载的古兽 仿佛要透避而出 夜凡琢磨了很长时间 带着泪痕的远古神奇 遥远的星空古路 最终 他来到一片星空图前 这里的刻痕很模糊 被秀记掩盖 且无尽星辰非常的微妙 如一个真实的世界被定在这里 哗啦一声 夜凡手中光滑一闪 将自混沌万龙巢得到的仙真取了出来 如星辰之光 凝聚而成 闪烁光泽 这两者很像 难道是一幅地图吗 是一条 记载了星空古路的不朽古卷 他心中一阵 瞬息想到了这种可能 太古年间 猴子的父亲老斗战圣皇 常在深夜观看 一定事关重大 一位古皇如此对待 定有惊人的秘密 九条龙石横沉在外 夜凡自然又打起了主意 事实上 他很想将九条龙与巨国也扛走 奈何根本搬不动 龙石冰冷而沉重 林片乌光闪烁 如九条乌铁山岭一样 亘古长存 接近他们 让人感觉要窒息 夜凡用力的披斩 火星四射 强如他的肉身都剧痛 植骨都要碎了 也斩不动任何一条龙 连根龙须都扯不下来 我只要一点龙血 不罚你们的骨行不行啊 他实在是没脾气了 觉得将自己废掉 也无法拔下一枚龙林来 一个时辰后 叶凡步履为奸 终于是走出了荒谷禁地 他喝下大量神泉 吃下一枚圣果 炼化了九种圣树的部分根精叶 这才抵住岁月的侵袭 耗掉一枚不死圣果 几乎要挥霍光了 叶凡自语 这种东西很难再拥有 用掉一颗就少一颗 此行的代价真的很大 神须外 黑黄溜达了很多天了 一直不敢轻举妄动 依然没有进入南天门内 狗狗 不要乱跑啊 大黑狗身上的稚嫩小女童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 种种不是传回来消息了吗 妖帝在一万年前 灭掉了神须内的两个圣灵 我们进去 多半能顺利捡到不死盘捣鼠啊 狗狗你又贪吃了 忘了上次差点死在仙林外了吗 小南南皱了皱可爱的小穷鼻 这次我们不进古天庭 只进南天门开一看 小心一些没有问题的 去找大哥哥 不要乱闯了 小南南轻轻地揪大黑狗的耳朵 都来到这儿了 不进南天门怎么行啊 一定要见识一下古天庭的门户秘密 误不了事 今日就横堵虚空 揍王把高子腾去 鸡家骨宫外 一个雄伟的男子出现 如妖神转世下凡一样 乌法浓密 脸如刀削 瞳孔 无尽星辰幻灭 男妖来了 东方战起 吴始忠可能会出事 连他都动身了 第一战 就赶到了难遇鸡家 战衣闪烁金属光泽 英姿伟岸 如妖中神灵一般 在他旁边还有一个绝代佳人 容颜足以霍乱天下 绝艳无双 美得不可方物 正是其美 其祸水 不久后 天际隆隆作响 一辆紫色的战车重来 九头太古巨兽拉车 个个如小山一样 恐怖气急让人颤礼 十几名太古生灵 在前开路 一个个面目凶悍 全部覆盖鳞片 有的还生有神尺 有的无腿而生蛇躯 荡起了一片魔云 讨天而上 这群古生物如魔神一样 来自神灵谷 为太古最强王族 起源之地之一 全都杀气腾腾 竟也进入了机组 车上的人为紫天都 此外 与他共乘一车的 还有一个紫发女子 如一个无暇的精灵一样 连瞳孔都是紫色的 几肤血白如鱼 乃是他的姐姐 在这最后两日 极家门庭弱势 但凡有大身份的人都来了 全都预感到将有一场大风波 都想亲眼目睹 最后一天 东荒各大势力皆有人来 可谓是举时瞩目 都想看一看叶凡有何手段 能否逆转死局 叶子 你到底在哪啊 千万不能来送死啊 磅礴无比的交集 他以妖帝传人的身份来此 姬家虽然客气 但是他却也改变不了什么 祖爷爷 我是你们的紫月呀 我要离开这儿 我不是你们的筹码 姬紫月委屈 灵动的大眼韵泪 许许多多的地方 人们的表现各不相同 全都在关注 静等叶凡出现 按照推测 他不可能虎头蛇尾 不会逃回北域 出现只是时间的问题 最后一日到来 姬家大厅中有许多贵客 真跟要订婚一样 诸多大势力来访 送上了一些珍贵的礼物